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继续给您分享 高原的基础教学视频 今天是第十四期 不过在给您分享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指针的调用 在咱们够语言中是支持指针的 为什么大家都说够语言的运行速度比较快 指针的支持是它的原因之一 今天咱们就来学习一下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就一个 今天我要给您讲解一下 够语言中指针的调用的方式以及函数 咱们显言少叙 马上进入今天代码的部分 好 实战演习 咱们大家请看一上来 Package包 没说的不写报错 然后Input Format 没有问题 以前都一样 接下来咱们大家请看 在这个地方 我定义了一个按数值传递的函数 这个函数接收一个参数 然后给参数附上一个新值 也没有retend就结束 好不好 OK 再接下来 咱们再定义了一个接收指针类型的函数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是接收一个指向INT类型的指针 好不好 然后在这个函数题里面 我给这个指针指向的那个地址的内容进行复制 怎么复制 大家请看 在指针变量的前面加上一个星号 代表什么 代表这是一个指针指向的数值 我呢把指针指向的数值 附上一个0 好不好 OK 这就是两个函数的意义啊 是这样啊 如果您学过C岩的话 在构元中如何使用指针和咱们C岩是完全的一样 没有任何的区别啊 我记得我来上大学的时候 学的就主攻C岩 在我们班这个考试每次都是Top3啊 前三名 C岩我当时学的是非常的好啊 好 咱们咱们都就不再自夸了 咱马上看啊 两个函数定义完了 一个呢是按值传递 一个是按地址传递 然后呢 我同时都要给咱们接收到的参数里面的值 进行了一个清零 好不好 那么它们效果怎么样 咱们马上看代码 怎么用 大家请看 闷函数入口函数 一上来 咱们先定义了一个变量 爱 让它等于10 然后呢 我在这个地方打印出变量的内容 没问题吧 同时咱们大家请看 我调用了ByValue这个函数 传入了咱们爱这个变量 因为在这个ByValue里面 给这个变量附上了一个新的零 对吧 然后咱们返回过来的时候 咱们输出爱 看这个爱呢 有没有发生变化 好不好 OK 咱们今天先执行到这 好 咱们开始 今天给您演示代码 我还是给您采用Google的collab 马上开始 好 在这里面 咱们先拷贝上定义的两个函数 好不好 然后咱们拷贝上代码的部分 先考前半段 好 咱们试试 写一个文件 今天给您采用够元的版本是1.1 5.1 没有问题 咱们采用这个版本 好 咱们开始 我马上运行 咱们注意看 大家请看 爱的初始值是时 然后就算咱们经过这个by value调用之后 这个by value里面虽然给这个参数附上了一个新的值 但是咱们在主函数或者说叫这个主流程打印这个爱的内容的时候 大家请看 这个爱的内容还是时并没有发生变化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它是按值传递 它是按值拷贝传递 所以说它不会影响原值 虽然您调用一个函数 函数里面给它复了清零了 对吧 但是它不会影响原值 OK 接下来 咱们再试试按地址传递 按指针传递会怎样呢 大家请看 我在传递的时候 我在这个爱的前面加上一个at and 这个and是什么意思 这个and就是说 我传过去的内容不是爱树直 而是爱变量它所在的地址 你们家住哪 你们家的门牌号 通过这个地方 通过这个写法呢 就能够传给函数 对吧 你们家地址住哪 就知道了 那我就能够找你们家 然后棒 给你逮捕 对吧 OK 然后咱们大家请看 我把这个地址传过去之后 咱们接收的方式 也是这样接收 前面加上一个星号 说明这个地方 我会接收到一个指向int类型的指针 然后呢 在指针前再加一个星号 然后呢 给它付上一个新的值 好不好 那么咱们看看 咱们通过调用这个byprinter的时候 调用完它之后 这个爱的值呢 会不会发生改变 同时呢 在我的代码最后一行 咱们打印出 爱这个变量所在的地址 家里的门牌号 对吧 试一试啊 马上开始 拷贝过来 然后写上一个文件 然后运行 咱们大家注意看 运行了 大家请看 初始值是10 然后呢 byvalue调用一次 还是10 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 但是当咱们按指针调用byprinter的时候 大家请看 这个爱的本身已经发生了变化 由10变成了0 大家请看 byprinter 我并没有做什么return 没有反应值 什么都没有吧 对吧 它这爱的自身就已经发生变化 为什么 因为咱们是按照地址 按照指针传递 然后呢 在咱们函数内部呢 把它的值发生 做了一个变更吧 对吧 所以说呢 它本身也会发生变化 这个地方就是构圆 非常灵活的地方 好不好 然后最后呢 咱们打印出 这个爱 这个变量 它所在的地址 这个是根据您的机器 您的虚拟机不同 这个地址呢 会发生变化 它呢 不是固定的 好不好 OK 这个呢 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 大概的内容了 大家再回顾一下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是咱们接收了一个指向某个类型的指针 这个呢 在今后咱们构圆的教学中 是非常的常见 因为我马上又给您开始构圆的这个 外部开发 数据库开发 比如说这个咱们做爬虫等等了 呃 的时候 您会发现 按照地址传递的写法呢 在构圆的编码中 非常的常见 所以说 您一定要适应 现在我给您指向的这个函数的写法 好不好 今后呢 咱们就用它来做各种各样的操作 您会觉得 构圆真的是一门非常不错的语言 反正我现在是这么认为的 好不好 OK 以上呢 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构圆中 如何使用指针的基本的使用方式 希望对您理解构圆呢 有所帮助 我今天的代码呢 都会放到GitHub上去 有兴趣朋友 您就下载运行一下吧 好 那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谢谢您的观看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吧 拜拜